那我之前也有開箱過一個小小的控制盒 這個叫做Torbox 那之前我也有開箱一個就是這個 那我之前也有開箱一個也是可以讓你進 我之前也有開箱過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叫做Torbox 那這個也是有點像是加速你的工作效率 但這個東西跟那個Stream Deck其實 那之前我有開箱一個東西這個叫做Torbox 那它的概念跟Stream Deck有點像就是 你有快速的自訂客製化的功能在你的手掌之中 就是你可以用直覺用控制 就直接用手你可以用直覺然後去控制你想要控制的東西 那Torbox我覺得它是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它有旋鈕有按鈕有方向鍵 然後有有點像是多功能 反正就是有點像是 那之前我有開箱另外一個東西叫做Torbox 那這個兩個東西 那之前我也有開箱另外一個東西 那我之前有開箱一個東西就是 那我之前也有開箱這個東西叫做Torbox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那簡單來說就是它們其實有點像 只是這個Torbox是多了旋鈕啊滑輪啊滑軌啊然後有方向鍵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輸入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軟體 適合可能旋鈕的那你就有旋鈕 適合有這種左右按鍵 然後有上一步下一步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用你的想法 配置到這個Torbox然後來增加你的效率 那那個Stream Deck不太一樣的是它有螢幕 有螢幕在上面 所以你上面的縮圖那些全部都可以改變 那但是按鍵按起來全部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 有旋鈕啊 它有新的一個版本是有旋鈕 但是它就沒有這麼多可能像方向鍵啊 然後又有滑轮啊 然後又有上一步下一步 就沒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讓你用手可以碰到 就可能有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那個Stream Deck上面的小螢幕 它上面寫說 可能是在剪輯的時候是什麼 delete什麼東東啊 或是你要加什麼 在直播的時候你要轉換的時間啊 或是什麼 就是你有的時候還是要看一下它上面到底寫什麼 就是你配置那個東西是什麼 但是像是Torbox 這個如果你用手紋 你是真的是閉著眼鏡就可以來控制 就是有點像是滑鼠的概念 你不會用滑鼠的時候 你還看著滑鼠在那裡 我按左鍵 我按右鍵 應該不會吧 你就是非常之間 碰到滑鼠你就不用再看滑鼠了 這個Torbox有點像是另外一個滑鼠的概念 那那個Stream Deck就是另外一個 你有時候還是要稍微想一下 像是你鍵盤 你不是輸入一些可能神奇的符號嗎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看一下說 那個 警字號在哪裡 因為你不是天天都在用嗎 那你就要 警字號 然後再看一下 然後再用組合按鍵去按那個警字號 Torbox有點像延伸的鍵盤 那 喔不對 所以我講 所以我說Stream Deck 所以我說Stream Deck 就有點像延伸的鍵盤 那我之前開箱 這個Torbox就是有點像延伸的滑鼠 然後Stream Deck 那Stream Deck Deck 那這些 那這些擴充的東西其實你要開始使用之前 不是說馬上插上去就可以馬上使用 你還是要習慣一陣子 那我覺得Stream Deck很棒的就是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用戶 因為他已經這麼久了 很多用戶已經幫你做一個大概的雛形 假設你在用一個軟體 那可能有很多用戶都在用那個軟體 那他們可能有一個預設 你就可以直接匯入 丟進來 你不喜歡的 你再稍微微調 再改 那個快捷鍵之類的 那那些縮圖 超多人都幫你做好 像是我用Davinci Resolve 什麼Photoshop Illustrator 然後又有OBS 然後又有其他的軟體 全部都是有人幫你做好縮圖 所以你就只要拉 丟上去 然後他就有功能了 就不用在那裡亂七八糟 你還要在那裡設定一些東西 就是 設定會更簡單啦 就是 那我買Stream Deck 應該主要有原因 那我買Stream Deck 那我買Stream Deck 應該主要有原因 那我買Stream Deck 應該主要有原因 就是我想要 搭配我的調色盤 因為我這個 Micro 那我搭配Stream Deck 主要原因應該就是 因為這個調色盤 因為 他這個調色盤 上面功能還蠻多的 但是 不太夠 就是我們那個 調色軟體 其實有很多很多 更多深入的功能 那你如果每一次 調色調一調 然後你又要再拿手 去滑鼠 然後還要再找 那個鼠標在哪裡 真的很麻煩 然後你可能點完這邊 然後你碰 又要手過來調一下 然後又要再去碰滑鼠 然後又要再來調一下 你可以調 然後直接閉著眼睛去去摸 然後就可以碰 或者是你左手去碰 然後右手繼續調顏色 就是你可以有 用直覺的方式 你不用再去找鼠標啊 因為你鼠標真的是 省掉那些鼠標 你想說滑鼠去點一個按鍵 這個時間 你其實 那我買Streamback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要搭配這個調色盤使用 因為這些功能按鍵其實已經還蠻多 但是你用一用就發現 哇塞 有很多功能是藏在一些什麼選單裡面 然後你按這邊 然後按這邊 然後才能拉出那個拉桿出來 那你就可以 這裡沒有的按鍵 你就可以直接放到你Streamdex上面 假設 我看看 像是我常用什麼delete gap啊 像是我常用什麼 刪除空間啊 像是我常用那個HDR 像是我常用那個HDR HDR Color Wheel的部分 HDR Color Wheel有六個輪 那你 通常就只能調三個 然後再用滑鼠 點到另外三個 然後再去調另外三個 那現在我可以直接 按左邊 就是 左邊三個 右邊就是右邊三個 我可以不用再去用滑鼠點 我想要切換的頁面 我可以直接按一下 它就幫我點了那個頁面 然後再按到那個東西 那我買這個Streamdex主要就是因為我在調色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功能需要用滑鼠點來點去 然後你才能再繼續來調色 就有點麻煩 因為你調一調 然後你又要再用滑鼠 然後再用 調色盤 然後再用滑鼠 就是我要再換來換去 那我可以用調色盤 然後我直接左手 去碰我的Streamdex 然後就可以切換 像是我要不同的色輪 或是什麼幹嘛 我就不用再用滑鼠了 就可以減少使用滑鼠 因為滑鼠 你可能想說 用滑鼠其實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但真的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你還要 用眼睛去辨識說 我的鼠標在哪裡 然後第二步步 你要把這個鼠標 瞄準到你的按鍵在哪裡 然後你要按下去 然後你要這樣重複了 可能兩三個步驟 你才能打開你要的那個功能 那你如果 可以手直接伸過去按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 做出這些三四個步驟的東西 真的可以省非常非常多時間 這個 對 用了才知道 好 所以我會 OK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買StreamDeck 你就看你到底 對這個 所以你要買StreamDeck之前 你要先對那個軟體 有相對的認識 所以你要買StreamDeck之前 你應該要對那個軟體有相對的認識 不管是什麼軟體經濟 那在使用StreamDeck之前 你要 那如果 那我會推薦StreamDeck 如果你已經對那個軟體 你要用的軟體已經非常非常熟悉的人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一直常點到什麼 上面的選單 然後在下面 那StreamDeck我會推薦給 那如果你要買 那如果你要購買StreamDeck 我會推薦給 你已經對你正在用的那個軟體 或者是你需要用的那些軟體 已經非常非常熟悉了 熟悉到你會一直點到裡面深入的功能 就是什麼上面的選單 然後下拉 還要帶第四個選項 還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你會 拉選單 就是上面功能選單出來 然後在點裡面的功能 然後你 或者是你已經設很多的什麼 組合快捷鍵 就是Ctrl、Shift、F8 然後什麼 就是各種組合按鍵 你已經設了這麼多東西了 那我覺得這種 人才適合買StreamDeck 或者是其他這種擴充的設備 那你如果對那個軟體根本就不熟 真的就是你聽到StreamDeck 就好像說你要直播 你就要買一個這個東西 結果你對那個OBS 或者是那些軟體根本就不熟 你根本不知道上面要設什麼 你只能按直播 然後切換頁面這樣子嗎 那這樣子就有點太浪費耶 那你不如就直接用滑鼠去點你的OBS 就是還比較 就省錢省事 啊 對啊 好啦那就是我們今天的 StreamDeck開箱跟分享影片啦 那當然選用這影片按個讚訂閱 不要忘記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OK那之後我們 OK那之後我們今天的 StreamDeck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選用這影片按個讚訂閱 不要忘記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